大家好,欢迎来到单车星干线 这是一个用理论计算告诉你骑乘情况的频道 这部影片要来讨论轮组的盘高、浮条还有惯性会如何影响骑乘 那自行车的轮组是由轮框、浮条还有花骨所组成 而在骑乘中会影响的因素就是风阻、重量还有惯性 那这部影片就分成这些部分去做深入讨论 看看各部分会如何影响骑乘 首先先来看轮子所受的风阻 那除了前面的风阻以外呢 风在流过轮子也会产生乱流而产生一个拉力 因为轮子会旋转 所以气流也会在浮条这边流动 那当空气流经浮条后就会越容易产生乱流 当乱流的强度越高 则向后的拉力也就会越大 所以可以看到当轮子的板高越高 所产生的乱流的强度就会越小 所以整体的风阻系数也就降低了 那右边这边就是模拟的结果 可以看到它的包覆如果越多的话呢 它的风阻就会越小 所以越高的板高就越能将空气顺顺的带到后面 让空气产生的乱流减少 向后的拉力也进而减少 当然很多东西是有一好没两好 轮组的板高越高 侧风过来的时候 受力也就越大 所以一般在个人计时赛 前轮很少也用叠轮 而是会改用其他的高框轮 或者是刀轮 所以前轮的选择 就是速度与操控则一 毕竟前面也用叠轮虽然快 但是如果有较强的侧风 导致骑乘时不稳定 甚至摔车就得不偿失 那右图的图示呢 由上到下分别就是框高 由低至高的排序 所以可以看到刀轮在整体的风阻表现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好 那文中的三刀轮就数据上来看呢 大概就是跟这个404还有808 Zip的轮组差不多 不过因为是刀轮的关系 所以侧风的这个风阻也比较低 大概也是介于404还有808之间 所以如果在比个人计时赛的时候 侧风如果很强 那刀轮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我自己实际上没有用过刀轮 所以有用过的观众 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那讲完了轮组的框高呢 接下来来看浮条的部分 浮条的树木对于轮框而言 会有强度还有动态平衡 那浮条除了会受到风阻的影响外呢 如果你的浮条的树木越多 那么摩擦力就会越大 因为它的重量也就越重 所以就有论文去用模拟的方式 去找出在什么树木下浩瓦会有最小值 那在这边就不讨论前面所提到的刀轮 而就模拟结果来看呢 大概是在浮条数目20到28之间 有一个最小的耗瓦 那目前大多数的轮组的浮条数目 应该也是落在这之间 最后来看惯性的部分 也就是大家讲到轮主时最常提到的 大家会觉得平路选板轮是因为惯性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惯性的定义是什么 在物理学上呢 惯性就代表保持物体的运动状态 而惯性越大就表示越难改变它的运动状态 以一般在路上的车子来讲呢 质量越大惯性也就越大 所以对于大卡车来说呢 离它较远也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大卡车跟在后面 就会怕它会杀不住 因为大卡车的惯性就非常的大 而轮子的惯性呢 就是转动 所以轮子的惯性越大 在起步跟刹车就会越困难 那么轮主的惯性要如何计算呢 对于一个会转动的物体而言 我们就先把它的转轴找出来 因为离转轴越远 就越难去转动该物体 就表示这个物体的转动患量越大 而就轮主而言呢 转轴就是快拆延伸线的部分 然后我们将这个轮主分成轮框 花骨外胎内胎跟浮条这些部分 分别计算它们的转动患量再加总 那就是轮主的转动患量了 而对于轮框还有花骨跟内外胎而言呢 大概可以使用圆盘的转动患量公式 而浮条的话呢则是要使用棍棒的转动患量公式 那我们就来将一些数据带进去看看轮子的转动患量为多少 那可以看到轮主的转动患量呢 主要来自于这个轮框跟外胎 所以如果有外胎的话呢 这个外胎占轮主转动患量的比例也不低 当然若是框高越高的话呢 重量也会越重 虽然内半径会比较少 但重量的增加也会导致惯性变大 所以如果觉得惯性很大的话呢 换轻量化的内外胎对于降低惯性是很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是觉得平路想要骑惯性比较大的轮子 那可以选择重量很重 而且框高很低的轮主 例如圆场轮就是一个惯性很大的一个轮主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惯性越大 起步与刹车就越困难 那么在骑乘的时候 我们在意的就是瓦数 所以来看一下惯性会消耗多少瓦数 那首先我们先看到轮子 从静止到速率是5公尺每秒 划了10秒钟 然后我们看需要对它做多少的功 那这边可以利用功能定理 也就是合力做功可以转为动能的变化 所以轮子的动能变化就是我们所做的功 然后在除上时间就可以得到瓦数 那整体的动能除了轮子外 还有其他人与车的重量 那么我们就把假设的数据带进公式中 就可以得到大约需要做2000多焦耳的功 那这个10秒钟内它的均瓦大概是200瓦 那当速度起来之后 就不需要再对轮主吃太大的力 所以轮主的惯性相较于重量 还有风阻所消耗的瓦数其实没有很多 那如果是单看轮主的话呢 消耗的瓦数更是微乎其微 所以如果你是用100瓦聚起一小时的话 会做360千焦耳的功 那相较于这个其实是大的非常的多 那在骑程的过程中呢 一开始需要对轮主做功 但是自行车在过程中常常会滑行 这个时候就是把一开始做的功消耗掉 所以当你把轮子从静止到转动到定速 可以看成是把能量储存在轮子中 然后停脚滑行时就把储存的能量释放出来 所以当骑程速率变化不大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另外做工去改变轮子的速率 所以稳定的骑程就会比走走停停还要轻松 走走停停的感觉就像在做HIT 是没有办法骑很久的 所以可以知道对于轮主来说呢 主要的影响就是重量还有风阻 那么在爬坡的时候 框高要如何选择呢 那我们都知道重量越重 在骑程的时候 它的瓦数就需要越大 而对于同一个品牌的轮主而言 框高越高 重量也就会越重 那如果说你本身的瓦数很高的话呢 骑程的时候速率就会很高 所以风阻就会很大 那这个时候呢 框就会越高越好 所以如果你把框高跟所花的时间 把它画图做出来的话呢 你会在图上发现有一个对你而言是最佳的这个框高 也就是在这个路段上如果你只换轮圈的话呢 这个框高会让你所花的时间是最少的 所以板高越高空力也就越好 那阻力也就会越小 但是板高越高 侧箱也会越大 所以通常前轮在室外骑程都不太会用到叠轮 那三刀轮对于侧峰较大的情况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轮組的浮条主要是增加轮圈的刚性 还有动态平衡 当然浮条数越少 耗瓦也会越少 但是浮条对于轮組是必要的 所以从模拟结果来看呢 浮条数目大约是20到28 会有最小的功率耗损 而讲到轮組 大家就会讲到惯性 实际上惯性的影响远不如风阻还有重量 当然若是你喜欢惯性大的轮組 那你可以选原厂轮 它的惯性就很大 而在骑程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风阻还有重量 那框高越高 风阻就会越低 但是重量也会越大 所以原则上就是 瓦数越高 就可以选用越高的框高的轮組 当然实际上也是要计算才知道 哪一种框高对于成绩才有所帮助 那如果还有其他想看的资料或是数据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或是粉丝专页留言 有时间解决得到的话就会回复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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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